台中大治国小25号金船疑似是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 全宿的尸身陆续是出现上吐下泻发烧等等的状况 根据教育局统计至今已经超过了300多人来请假 卫生局也在第一时间派人来到厨房裁剪 目前厨房是已经暂停公餐并且加强环境的清销 若两周后结果出炉有验出病原菌将会依法开发 校园里进行大清销作业台中大治国小25日传出疑似集体食物中毒事件 事上陆续出现上吐下泻发烧等现象 根据统计大约370多人有症状 卫生局第一时间已派员到校内厨房裁剪 并要求厨房暂停公餐加强环境清销 发现当时有90几个小朋友身体不舒服 所以我们立刻进行教育局的校园通报 并且联络卫生所 他说同时也怀疑是不是午餐有问题 所以我们也联络食安处到学校来做检查跟裁剪 同时全校开始做大清销 以漂白水消毒所有的座椅还有门把 等全部小朋友放学后我们做厕所的大清销 让病毒可以降到最低 消防表示当天是舒适日 师生出现不适症状后 就已诊断大多为诺罗病毒肠胃型感冒 现在每天消毒两次用餐恢复隔板等方式来避免传染 而师傅回应裁剪结果最快两周后出炉 厘清原因 幼儿园来做统计的话 幼儿园 大致国小幼儿园大概140几个人左右 今天的请假大概是90几个人 然后是有62个人是确定请假 然后28个人左右是 家长是说是预防性的一个请假的部分 师傅表示依食安法规定若食物内验出病原菌 依法可开罚6万到2亿元罚还 而若受害者体内也有病原菌将依法送办 记者杨宗桓张伟林台中采访报道